我們現在在大五輪傲仔魚村 我們今天要來找一間 非常厲害的烤鴨 然後在這附近 哇好久想玩水了耶 你有沒有覺得每次看到這樣都很想在玩水 還好啦玩沙就是 到了在這邊你有看到嗎 有他只掛了一個紅色布條就看到吧 就這一家喔 寫個烤鴨 這家可能就是剛搬走 好先找車位 真的是蠻熱的 我們走到烤鴨了在這邊 然後旁邊就是一個沙灘 以後啊如果這間烤鴨很好吃的話 就可以常來這個沙灘玩 這個沙灘我們之前也有來玩過 來吃之前都還不知道 他怎麼消費 老闆的遊戲規則 漏漏的 很簡單跟大家講一下 簡單跟大家講一下 反正一個人就是五百塊 建議你五個人以上再來 是比較合適的 因為他有低銷兩千五 那他十個人的時候 他有一些比較特殊的菜色 因為老闆本身是馬祖的 所以他有一些特殊的馬祖的當地的菜色 是要十人以上才有 而且這家烤鴨有的名號 我剛才在外面聽了鴨獎 什麼 他叫做無招牌烤鴨 就是沒有招牌的 他之前就沒有啊 他現在有 刮一個紅布條 紅布條有店名嗎 店名 沒有 店名就叫陳平良 老闆的名字吧 哈哈哈哈 而且很少看他會把烤鴨放這樣整隻在旁邊 對 然後我們一上來啊 他就是給我們一份 這個沙拉 這算什麼水果沙拉 然後 這邊還有一些就是 都是烤鴨的配料 那個醬我們等一下問一下老闆是什麼 感覺是烤鴨醬另外一個包是什麼 等一下可以問一下 好棒耶 第二道菜就是烤鴨 我最喜歡這樣 先把高級的先吃到多久 對 沒錯 看姐姐吃的表情 我可以自己這樣 馬上夾第二塊 應該是好吃的 好吃對不對 我先來吃吃飯 你可以先問你老公嗎 你老公也好想吃喔 這塊剛好掉了 哈哈哈哈 哇 很熱耶 很驚豔嗎 很好吃 我夾了一塊 這裡 我要吃囉 好吃耶 好吃 為什麼好吃 它在那個糖的時候啊 因為 鴨皮是熱的 那糖遇到熱會融化嘛 那油脂會分出來 它的油跟糖會融合在一起 然後就會消失在你的嘴巴裡耶 真的很好吃 上面的料都可以先吃喔 嗯 有聞到的香料味 這個叫什麼 就是乾的麻辣鍋 喔 乾的麻辣 可是不會很辣 麻麻的這樣 阿火不用關 可以可以可以 老闆上菜很緊湊 你有沒有覺得 緊接著一桌一桌上 他現在上了這一個 他剛剛切了中間肉的地方 他有說 這一個是要讓你沾豆乳醬 中間的醬 它裡面還有加九層塔 那沾一點點就可以了 我先跟各位講 老闆還在旁邊 再繼續片鴨 菜就已經一直上來 這邊啊 現在又上了一個麵線 然後這邊啊 緊接著又上了一個 海鮮乾坑 老闆說這個有點麻辣 欸 忽然覺得啊 四個人吃一隻鴨很幸福 很大隻耶 我覺得我們大概要吃三天吧 這邊 對 它算分量滿多的啦 烤鴨這樣總共算起來有幾次啊 也分不清楚喔 他剛剛弄了一個烤鴨的皮嘛 那接下來用了一個烤鴨的肉 然後還有另外一份 是要讓你包烤鴨餅 然後最後壓鴨他拿去炒 至少有四吃 可是他不知道還會不會煮湯 我不知道 對 有些還會煮湯 可是我們人比較少 不一定會煮湯啊 對 所以他至少會有四吃 他還有附了那個干瓜 還有麵線 麵線是麻油麵線 麵線還蠻好吃的 我剛剛很怕他一夾起來 五層一滑 可是夾起來的時候沒有 那我們接著來弄一個捲餅來吃好了 先來吃一個捲餅 他的這個麵皮是有點 黏在一起的感覺 對 這有點小扣分 對 好嗎 這很薄啦 他只有這樣 對 他這種是比較薄的 我喜歡薄的 這是淡菜 他是生長在海邊的 然後像沿岸的海邊一樣是 然後咧 他這個黑色的不要吃就好 請到他可以吃 湯也可以喝 好 謝謝 那我們先來用一個烤鴨捲餅 好我要吃囉 好我要吃囉 我跟大家講我這個人最老實了 大家一定知道我們有吃過台南精英跟南城精英的烤鴨 其實我覺得這一家的烤鴨呢 老實說 略遜精英一籌 對 可是他們價位真的有差 可是吃到目前來說 我覺得他是 CP值最高的烤鴨 這樣子 兩千 其實我們應該要算兩千塊 最主要是 因為就是五百塊 對 因為我們吃的是午餐 對 那只是說五百塊能吃這種烤鴨 已經算非常幸福耶 對 可是老實說精英的還是好吃非常多 如果說一到十分 精英的好吃度 如果有九分的話 他大概就是 七分 對 也是不錯啦 可是如果中和價位 CP值確實是高很 對 這個就是很適合 比如說一大桌人 你可能預算 如果一個人抓了五百塊 這個地方可不不錯 而且我都會考慮說 下次如果來這邊玩海灘的話 親子掛來這邊 包一桌一起來吃 對 就可以在這邊吃一桌 然後也可以在海邊玩 對 真的 親愛的我們剛才錯怪他 我們剛才說只有四吃 我說至少四吃 對 他又馬上端出第五吃 這個是鹽酥鴨 這個鹽酥鴨呢 我剛剛已經先吃了 他其實呢 整個看起來就像鹹酥雞那樣 沒錯 就是那樣 可是他吃起來 比我想像中不甘很多 剛剛所有目前吃到現在 我是覺得算是最好吃 對 因為他很特別 最有特色 對 我覺得最後我們試一下 他的那個 一般人家都會用三杯鴨 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道菜 他就是炒鴨架 嗯 嗯 這個比鴨鴨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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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今天的 這一道菜是比較沒有 普通就是 對 中間的感覺 就是表現平平 可是他的這個我覺得比較好吃 他的三杯的甜味有出來 鹹度也有出來 那個九層塔香氣也都在裡面 而且他吃起來的肉 雖然沒有精英那麼多 可是他吃起來的肉很嫩 對 而且我自己覺得啦 他這個顏色沒有炒那麼黑 一般這一道菜啊 有的顏色會炒得比較深一點 他的看起來比較漂亮 不想要點啤酒喔 不想要點啤酒喔 不想要點啤酒 不行不行不行 不行 現在才中午不能點啤酒 你有沒有看到隔壁桌的烤魚 超大一個的 他說那個是石斑魚 我覺得那隻是石斑的話 真的超級划算 而且他是用那個器皿啊 是用那個鐵的那個盆 下面還有放碳 好夠大吃耶 隔壁桌不知道有沒有空的 你要去做喔 and I don't want to move on you know this heart of mine is all goodbye and I am seeing 你看上面有毛耶 有毛耶 有毛 欸這個是蛋菜 蛋菜跟九孔有什麼不一樣 我跟你講 他們長的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 就長的就不一樣啊 不一樣 長的就完全不一樣 我只想知道他蛋菜好不好吃 蛋菜還算蠻新鮮的 很新鮮就對了 可是其實 我沒有很愛吃蛋菜 因為我覺得蛋菜 有一點比較沒有味道 就是跟其他海鮮相遇 就是每一個海鮮都有一個自己的味道 可是蛋菜就是有一點小味 他就像我在玩動森的時候 經過那個沙灘 我都不會想要把它撈起來的背部 欸長真的吃的超級飽 這兩個人戰力很差 一個在看小說 一個在放空 我覺得他們兩個應該沒有吃到 三十分之一個欸 可是我覺得他是 今天真的實施的店 欸兩千五欸 我覺得這一間店就是 很適合家庭聚餐 對 我問你喔 如果這兩千五人的套餐來講 你覺得可能是比較好吃的 我覺得他兩千五 五個大人吃也會非常飽 因為老闆本身是馬祖人 所以他有一些比較特殊的菜 然後他那個乾鍋 我覺得非常的好吃 他很特別 他吃起來不辣 是馬 那老闆他有說 他那個是貴州菜 欸你旁邊有人一直幫老闆打工刀 你但是 你這樣很像柯四函 你不要在那邊 我可以氣死 他那個貴州菜啊 因為老闆是說 其實貴州本身吃很麻很辣 那是因為來台灣 所以那個菜色口味上有做調整 可是那個乾鍋我覺得超級好吃 我非常喜歡 那一鍋就算沒吃完 我會打包回家 我會把它通通吃光 欸我覺得很有特殊啊 在台灣其實 我第一次吃到這樣的乾鍋 我也是第一次吃到 他裡面的料真的非常非常多 應該少說有十種以上不同的料在裡面 給大家看裡面的料 你看他裡面有蝦啊 黃椒啊 紅椒 青椒 小黃瓜 然後還有這個像是山藥 然後還有一些魚啊 丸子超多料的那一種 而且我剛剛有吃 裡面的那個 魷魚跟蝦子都非常的新鮮 好吃很推薦啊 超讚 親愛的 我們真的吃不下 然後 老闆 又送了一個湯 這個湯是大家都有的啦 這樣子 到底幾吃 我算一下 七對不對 而且這邊還有一個 七吃了啦 太多了啦 這種吃的完 就我回去再丟個麵線進去 我又可以吃一餐了 然後這邊啊 還有一個這個算 鹹酥鴨果嗎 這我覺得我不敢吃 感覺那我跟他的距離好像有點太近了 最後還有一個老闆說有一個媽祖寄來的甜點 地瓜球是不是 老闆說這樣 你不要趕時間 多做一下 那個地瓜球要一點時間 可是真的很飽 那你吃飽了 地瓜球 你小孩 你叫他不吃地瓜球 那不太殘忍了 你要不要重新說一下 2500可以幾個人吃 2500我覺得他可以10個 至少七八個人吃 那吃不完 真的吃不完 很多分量很多 還是因為我們胃太小 而且他這個湯看起來也是還要不行 這個湯裡面的肉其實也不少 對啊 你哪來一隻鴨有那麼多肉 老闆是不是有偷吃啊 沒有吧 可是我覺得他真的太多了 很飽 超飽的 小朋友 真的太熱了 有飲料 哪邊有飲料 這邊 這邊 這邊有飲料 有賣飲料 好熱 今天才靈在上廁所 然後真的太熱了 我要去把車開過來 接他們 阿呦你覺得這家好吃嗎 有好吃的也不好吃的 對 我也吃過不少間烤鴨 那這間烤鴨 我喜歡自己烤吃的那個 他喜歡藍成精英的那烤鴨壽司阿 然後我自己感覺這間阿 真的是我遊戲來吃過CP值最高的烤鴨 一個人500塊 然後不只是我們這一桌 我剛剛有觀察到 別桌阿也都是沒有吃完 所以你絕對還可以外帶一些回家吃 你說它到最好吃嗎 我個人覺得沒有 可是如果阿我下次有聚會阿或什麼的話 我一定會常常考慮來這一家吃 小朋友可以玩水 超級棒的 好 今天影片已經結束啦 唉唷好久沒結尾 所以要結尾一下 如果你喜歡老闆影片 你要訂閱分享按讚 然後還要追蹤Instagram還有社團喔 然後掰掰 掰掰 掰掰 你會不會有 ис- 甜心 你會不會有什麼 我會不會有些人